这一章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从一个绘制五角星的例子出发 详细的解释了线条的四种不同的属性 那么第一个就是Line width 这个属性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是来设置线条的宽度 第二个属性是Line cap 来设置线条两端的帽子的样式 默认值是Butch 我们可以把它改写成Round的一个圆形 或者是Square一个方形的帽子 再有在线条相接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写Line joy这个属性 它的默认值是Miter 表示形成一个尖角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Bivel 是一个斜接的形式 或者是Round是一个圆角的形式 那么默认值Miter 同时还会受到一个叫做Miter limit属性的限制 这个属性描述了Line joy 所形成的尖角内角和外角之间距离的最大值 那么当超过了Miter limit的时候 将自动转换成Bivel来进行显示 除此之外 这一张所展示的绘制五角星的算法呢 也值得大家再仔细的研究 那么基于一个圆形上的顶点来绘制图形 其实是在动画或者游戏中经常采用的一种绘制方法 或者是路径的选取方法 相信更加深刻的理解这种方法 对以后制作出更加绚烈的应用是非常有好处的 大家加油